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地图 地图的画法 如果是国家的话 在10点 插班以后 很容易画 可是如果说想要去画 那个台湾 台湾 例如说台北市的行政区 那个可能就不太好画 但是我坦白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需要画到那个行政区的机会不多 因为你们可能会以一个 就是说各县市别为主的地图居多 好 我还是教一下 假设我现在呢 我简单的去做一下 做一个资料 做一个Excel的资料好了 所以先新增一个Excel的档案 那最好是跟着我一起来去打 因为 来去自己做一个简单的 资料好了 好 例如说 食品检 食品检查 然后接下来快点两下 假设我们现在来去设 我的食品检查 这些地方 的地方 好 例如说 这边 那个 呃 城市 城市 例如说 第一个应该是国家嘛 C U U N T R Y 然后呢 应该都是台湾 再接下来呢 第二个第二个放 例如说 City C I T Y 好 例如说是 例如说是台北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接下来 District 就是行政区 好 例如说有大安区 好 我们打中文好了 大 大安区 因为真的在那个 呃 美国的地图里面 他们有 第几区 第几区都编号 可是我们的大安区呢 可能 台湾还有别的地方 也叫大安区 好 所以我们通常是用那个 区域号码 好 那个ZIP 好 我们再加几个好了 大 有大安区 有信义区 再加个 我们叫北投区 好 北投区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请问你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 那个区的地图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大安区在哪里 他知道台北在哪里 他也知道 呃 台湾在哪里 他就是不知道大安区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我要画那个 各区的一个检验数好了 例如说 最后一个我们就放那个检验 检验 检验 检查数 好 假设 100 然后 80 60 50 随便啦 就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等一下我要去画这个图 那我想这个资料应该还蛮简单做 问题来了 就是说 请问一下哦 你会不会希望得到这个连续的 就是说 这个大安区的精度维度 这是我们必须要手动做好的一个功课 只要你有精度维度 世界各国你都可以画了 好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所以呢 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 呃 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写 这是 就是 因为地图 地图 地图上好像是先显示纬度 再显示精度 我们在东京121左右 东京大概121度左右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如何把这个 台北市大安区的精度维度找到 那 最好不要一个一个找 最好是一批 整批的找进来 所以怎么找呢 首先哦 我先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 到Google 你们可以上网吗 可以哦 好 呃 我是用这个工具了 叫做 我也没有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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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网址 我 因为我要批次下载 那个 地址的精纬度 我要批次这两个字 一定要出现 因为我不可能一个地址 一个地址 要也是copy 例如说100个地址 直接丢给他 他帮我找出来这个地址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说 我就输入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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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度 然后地址 转换 你看这边 输入地址 批次转换经纬度小工具 而且这个小工具是线上的 你看在这边 他就说 请输入地址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我会做一件事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那个 我建议各位 这边最好是打中文 例如说 例如说台北市 台北市 大安 我现在用的是 以色列的2016版 他有提供这个功能 给你们参考一下 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地址嘛 对不对 我就直接输入台北市大安区 请问我现在做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就这两格把它并起来放在这边 对吧 我现在做这件事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选到这三格 我现在选到这三格 然后呢 在常用底下的填满 填满 这边仔细看哦 我选完功能它就做完了 快速填入 有看到吗 台北市信义区 台北市信义区 台北市北投区 台北市北投区 这个十个人 有九点九个人都不知道的功能 可是它却是存在很久很久的功能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重点是要拿这个地址 拿这个地址请它去做转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到我这个地方 刚刚刚这里 我就可以选择贴上 当然你要是有越详细的地址 例如说里长家的地址 你可以找到的经纬度会更精确 然后直接顶选开始转换 它就直接帮你找出来三个经度 三个纬度 有看到吗 就做完了 好重点 重点是它是先放纬度再放经度 例如说台北啊 台湾几乎都是在东京一百二十一度 北纬二十五度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料复制 复制 然后贴回去我的以色谷上面 直接贴上 贴上稍微注意一下哦 贴上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要用逗号去做格式 去做一个切割 所以资料 资料这边有一个资料剖析 直接用分格符号 下一步 然后用逗号 因为它这边是用逗号嘛 然后完成 这样就做好了 维度 精度 把这个资料存档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哦 可能请你们稍微做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呢 其实很容易找到 就是你本来这边通通都有 例如说台北市啊 什么区台北市什么区 好 批次去把它全部做完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 一个一个 经纬度的查找 那会很麻烦 好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特别强调一下 如果像那个 台中市 北区 台中市 中区 这些就是 像台南也有 台南市 北区 这是很麻烦 那个 经纬度到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回来 用ZIP 就是邮局那个编码的方式 用交通部 行政院交通部 他所发行的那个ZIP 扣会比较好 好了 那有了这个资料 我现在要特别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说 等一下我就要去 呃 画出来 那 精度维度怎么用 这三个是不同的地方 哦 我只是随便找三个地方 你如果可以的话 台北是不是有12区吗 这继续把它 呃 做出来 只是我觉得说 你会做三个 批次做三个 就等于会做批次做一百个 做 台湾好像也只有 四五百个吧 好 本身就把它全部都做完 但是 但是你们可能 在做的资料 几乎都不是要去做 整理到那个 各个里 好了 那这个资料 我们就 先完成到这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哦 就来画一画 刚刚 刚刚已经做好的 这个档案里面 有精维度 如果当我有精维度 如果画地图这件事 快速点两下 打开Table 然后接下来 刚刚我做的是Excel档 所以我点选Excel 然后接下来呢 时评检查 我做的是这一个档案 好 点选Open 好 这样我就可以打开 我的这个资料 那在这个地方 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25.0261583 这个数值 我们要把它设为精维度 怎么设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哦 这边 如果是看到Country 它会自动把它变成什么 地理位置 如果说是City 它也会把它变成地理位置 可是像District 不晓得为什么 它居然没有辨识 可能它真的有侦测到这三个 就是里面的文字内容 记录内容 所以它觉得说这应该不是他所知道District 就是那个区 行政区 所以我们把它手动来去设定 手动设定 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 Jagro v. Rue 就是地理角色 地理角色 好 我们把它设成什么呢 设成叫做 您觉得设成什么会比较适合 在这边 District 在这里 不要设错咯 好 那接下来还有精度跟纬度啊 那精度跟纬度哦 可能要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纬度嘛 纬度 好 那我们这个角色 地理角色 不要设定错误了 你从上面往下来去找这个Lectitude 就是纬度 纬度 然后这个精度 精度 好 一样把它设定好 地理角色 资讯 设成叫做Longitude 那你可能哦 可能会发现 就是 在视觉化 视觉化哦 你有沒有发现 这边是蓝色的 地图 这边是绿色地图 我不晓得你们 使用上面来说 你们的用法是什么 其实 Pepil里面有非常多的学问 如果我们再花个 例如说30个小时 可能都还讲不完 先不讲那个其他的 什么大数据分 是那个机器学习 真的里面有很多 我们可能 要再去了解的部分 好 像刚刚那个表计算 我虽然只有 用了一个什么Rank 其实它还有什么YTD 累积到 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的一个计算 那在这个地方哦 你们就自己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其实 内定 内定 什么叫内定字 比如说像Country 它只要一看到Country 它就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国家 它只要一看到City 它就知道这是城市 它用蓝色 就好像说 假设你把这个地方 看那个地 地址 它是一个ABC 它会觉得说 这个蓝位哦 应该就是属于 就是义知的 好 那像这个 这个 这是会弹性变化的 它用绿色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连选这个Shit1哦 连选Shit1 我们因为 刚刚已经是好 精度跟纬度 而且是台湾 然后我的电脑又有连线 所以我们现在哦 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精度跟纬度 要把这个精度跟纬度 放到上面还是下面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下面不是还有一个精度纬度吗 不要用这个哦 我们现在先快速点两下这个精 我们先看好了 我们先看那个 City没有异 因为City就是台北市 好 还是看一下 它一定指向台北市 有看到哦 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City它绝对可以辨识 台湾能不能辨识呢 可以的 这个Country嘛 Country里面 只有一个名称 就是台湾 快速点两下 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点 好 所以 10点插板以后 你根本就不用去找那个台湾的精度纬度 还有那个City的精度纬度 我要告诉各位 再一次的强调 10点插板 之前很麻烦 之前哦 那个你都必须要自己手动去设定 例如说台湾在东京什么121 然后纬度什么25度 那个很麻烦 可是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只要定义好 那可是 刚刚我讲那个行政区 对不起 就不行哦 行政区 我们就自己要去设定这个精度跟纬度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快速点两下精度 快速点两下纬度 它是不是还是找到这个地方 但是它是把那个三个地址 配取起来 好 我们放大一点来去看哦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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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理论上这边不是有三个点吗 好 所以我们分析资料的时候 应该把它怎么样聚集起来 可以哦 这个分析它这边就变三个点哦 我们来把这个 那个district 用label方式来去呈现 有看到哦 字稍微大一点 这个字啊 大小 稍微大一点 所以把它设成 例如说14 然后初体黑色 那这个圈圈你要大小 我例如说有一个检查数码 可以用size size 稍微缩小一点来呈现 请问一下哦 北头区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北头区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是的 好 然后大安区是不是在这里 信义区大概在这里 我们 我们现在在哪 昆阳 其实我对台北市不熟 我只对这个地方 有点 有一点熟 因为当研究没有结果的时候 我就在 因为我们在阳明大学 就一直在那个阳明山那边 一直走来走去 好 不只我一段走 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 好 是真的 学校太大了 欢迎大家如果说那个想要来爬军舰员的话 就可以到我们学校 好 这边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针对那个经纬度 就是说行政区 台湾的行政区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画 那这种方式的话能不能再把它改成这边有一个叫做 Fill Map 答案是不行 因为因为它没有针对北投区的那个面积资料 它没这个没这个定义 可是美国有 大陆有 印度有 台湾没有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用别人已经开发好的其他城市来去做这件事了 Cable它没做 所以这点我必须要让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我还是改成用Circle的方式来去呈现 那其实这个点可以改大小稍微改大一点 因为重点重点是要呈现这个圈圈大小的差异 答案区是100嘛 北投区最小是不是50 有看到 我刚刚设那个数值的大小设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如果说我们就要画行政区的方式就提供给我们参考咯 行政区地图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范例啊 储存一下 Save us 一样可以把它储存成TWBX 我们就取名叫做台湾台北市行政区地图 好 麻烦请关掉 谢谢大家